下面呢我们看第六节 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 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节 内容与职能 那这个里面真正考的内容 主要是那个 三种这个企业的组织形式 以及优劣 然后第二节呢 是两个考点 财务管理的目标 你要知道我们教材提的这个利润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 那么这些基本的观念 他们的优劣 你要把它搞清楚 还有企业家的最大化 那么我们教材是认为 认为着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要优劣比较 第二第三个呢 是你相关者的要求 我在这样 因为我们这已经是 每一节都仿佛的这样 穿过伏习过 你听的过程中 你脑子里要迅速把他的内容 在脑子里能放出来 如果放不出来 建议你停下来 伏习伏习再走 第三节 财务管理的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就是净限值 是不是 那么净限值怎么来的 从这来的是吧 从财务管理目标得净限值 净限值怎么算 是吧 现金流入 限值减流出限值 净限值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实质上就是超出投资者要求 最低回报的 这个收益的超外收益 剩下的是这个里面 涉及到 现金 现金流量 限值 货币时间价值 折限 折限率 以及资本成本 这些概念 怎么回事 你清楚不清楚 掌握这核心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介绍一些基本理论 那么这些基本理论呢 每一个理论都特别重要 在有关的章里面都是 有的是一章 或者好几章都讲这些问题 我们这里呢 做个概述 我们这里做个概述 现金流量理论 是吧 那么呢 投资组合理论 想想里面都大概什么意思 然后是 这个价值 估值 是吧 这个理论 最后是资本结构理论 资本结构理论 主要 涉及到哪些方面的内容 以及有 哪三个方面的内容有关 然后有哪四个方面的理论 记住一下 那么再是考点六 就是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就是我们刚讲的 第一个 你要知道这个原则的概述 主要是原则 它具备四条特征 是吧 哪些可以作为原则 原则有什么用 然后原则分三类 第一类是 关于竞争环境的 是吧 竞争环境的 里面四条 那四条 然后再是关于价值创造的 四条 想想 然后再是呢 财务交易的四条 那么一共是 三乘四 一共是十二条 这十二条呢 你要知道它的含义 依据 运用等等 那么呢 基本上 十二条都得清楚 因为考的比较综合啊 不是单考一条出题的时候 那然后是我们最后一节 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 这个内容呢 相对 简单一些 那我们首先讲 理财环境与金融市场 那就是说 市值上 这一节的内容 主要是从理财环境里面出来的 第二个是 介绍金融市场的 沟通要素 再是金融市场的种类 和功能 那这是一个次要考虑 考分不多 那 主要是掌握它的 类型 类型 分类 金融工具的内心 金融市场的内心 以及它的功能 首先 这一节的 为什么 讲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呢 实际上 它是从理财环境来的 企业的理财环境呢 对财务管理来讲 整个企业的是 影响企业财务活动的 一个外部条件 既然是外部条件嘛 我们只能适应它 而不能改变它 就像我们 处在中国的 现实社会环境 房价居高 社会腐败比较严重 社会还曾经 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也看到 从我们小时候 到现在 中国进行几十年的发展 实际上生活水平 是绝对是提高了 只不过社会呢 大家感觉不公平 大家意见有点大 但是总体上是好 好得多 那你社会有这么些问题 腐败严重 是吧 房价居高 那我们只能适应它 足够我们个人 那企业也一样 面对着环境 只能是适应 那所以说 我们要适应这个环境 当然我们要了解 这个环境 那财务管理的环境的内容 都有哪些呢 宏观的 行业的 经营的 国际的环境 本来讲 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内容 但是呢 由于啊 这里的大部分财务管理环境的内容 分别在公司战略 经济法 税法里面都讲过了 都涉及到 比如说 涉及到宏观经济的一些管理的话 涉及到税收 涉及到国家的法 经济相关的法规 那么这个都 都在其他课程里面 分散过去了 因此我们只重点讲 其中的 金融市场 财务管理面对环境的 金融市场 我们这 只重点说这一块 就说的比较简单 那 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呢 我们 来 理解一下 你也理解一下 首先说 一说金融市场 自然是市场 它就是一个 买卖的这么一个场所 那 它就要 有交易的 买卖的标利对象 商品 那一般来说 你在菜市场 买的是菜 是不是啊 超市里面买的是 这个 日常用品 你到商场里去买的呢 是这个服装等等 那你在金融市场里面 这个商品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 实质上 就是资金 就是资金 你缺钱呢 到金融市场上去融 你钱多了 没点去 不能放家里 放保险柜里 也要放到金融市场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进行资金的一个交换 当然了 一般说来 我们是这个里面交易的是资金的使用权 比如说 黄了是缺钱了 找在座的同学们直接融资 但是呢 恐怕 不是那么方便 因为 虽然我跟大家是同学 是吧 这是私生关系 但是说 一说这个做生意这事呢 有时候反而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方便 因为反正是在商严商呢 我不一定找大家 你们有钱 你们放到 放到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我需要钱 我在金融市场里面再融 不一定非得找熟人呢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这个里面的资金的融通 我没钱 我到市场里去融通 那么别人提供钱的人 是不是拿了一袋子钱来给我呢 或者说 我融到钱的时候 我就一钱袋子把钱扛回家呢 大家知道扛一袋子钱 在马路上走了 肯定是不安全 也不方便 除了安全便捷呢 我们就要把这种资金的融通的这种变一个东西 就是金融工具 实际上我们借钱 比如说我找在金融市场的借钱 那也是借多久 利率多少 等等一些要素 那如果是对方答应呢 我们就达成这么一致协议 实际上是一个约定 约定嘛 我们完全可以不要把钱用麻袋装着 你有钱 你把钱放到银行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俩学校约定 我再根据这个约定 再从银行把钱提出来就好了 那么这个约定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金融工具 这个约定就指向了 这个资金从你那可以转归我用 那避免了直接搬着钱 提着你麻袋的钱在路上不安全 这就是金融工具 那么金融工具呢 毕竟有个交易价格 我们商品有交易价格 那么资金呢 实际上我是获得资金使用权 因为资金毕竟是你的 你只是把资金让我用一段时间 或者是你做我股东 或者是借过我 但是本身上来讲呢 资金本身还是你的 我用一段时间 我获得使用权 我获得这样一段时间的使用权 我的付价 我的支付价格 实际上这个价格呢 如果是是债务的话 它就是利息 如果是以股息的方式给我呢 那就是股利 那商品有了 价格有了 那资金的融通双方 就会在这个地方碰 资金的供应者钱多了 是吧 提供到这个市场 资金的需求者在这个市场里去找 那这个市场里面呢 虽然大家现在不直接背着一麻袋的钞票了 但是也得有人管 也得有规矩 那么呢 这个是就要有适当的组织方式 这个交易价格是利息 是吧 利息 和股利 那这样有效的组织起来 这就是整个金融市场 以及金融市场的五个要素 金融市场的五要素 那么金融工具呢 实际上包括银行层端 你的钱放到银行 有层单 你把钱层到银行 是吧 是这个金融市场上有债券 债券的买卖双方 有股票 有期货 有保单等等 那 大多数只是货币使用权的转移 所有权的一般不转移 那这就是金融市场的五个要素 那接下来 我们对构成要素进行具体的讲解 首先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呢 它对一个公司形成金融资产 另一个公司形成金融负债 或者是权益工具 比如说股票 比如说债券 债券对于债券的发行方 是金融负债 对债券的购买方是金融资产 比如说股票 股票 对发行股票方 这形成股东权益 是不是啊 我发行股票 对我来说形成股东权益 但是购买我股票的这方 对我形成投资 形成金融资产 那么它包括股票 债券 黄金可以 外汇可以 保单等等 借助金融工具呢 既可以筹资 也可以投资 就是说债券而言 发行方是筹资 购买方的就是投资 那所以说金融工具 是债务还是资产 你要看到这个 是发行方还是购买方 要看这个立场 那从分内上来讲呢 我们教材将它分三类 固定收入债券 权益收入债券 和衍生债券 固定的呢 就是债券 权益的呢 就是股票 风险高于固定收入 一般指的就是股票 那么衍生证券呢 衍生证券是 它的价格 虽然某一因素变化而变化 这个变量呢 与基础金融工具有关系 那这种呢 我们比如说期权 比如说期权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讲期权的时候 大家就会很好的理解 期权本身的价值 它是随着 它标的资产的价格变化而变化的 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变化 那准确的理解什么叫衍生金融工具 学了期权 你回头再来读这个概念 就清楚了 在这不要深究 我们强烈一句话 企业不应该依靠 证券投资 投机获利 这个呢 首先 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们刚在前面讲啊 有一个叫做资本市场有效运的 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 你买卖证券投机赚钱 是赚不着钱的 衍生金融工具也一样 这是七一七二 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 非常的专业和复杂 那么作为普通的企业来讲 你不是专门做金融的 你靠这个去投机 获利 恐怕往往你是赔的 因为你并不熟悉 这种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 你还是做好你的实业吧 这点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但是衍生金融工具呢 作为掏钱保值还是要用的 好 以后我们等讲期权的时候 我们再说 再看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呢 当然会包括两方 一个是资金的供应者 一个是资金的需求者 这是我们刚刚讲 几要素的时候说的 但实质上还有参与者 是中介机构 这些中介机构呢 他在资金的供应 和需求者中间 做一个桥梁 是一个桥梁作用 那资金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呢 他不以金融交易为主 资金的供应者 他本身钱有多的 就像我们普通居民 我们钱有多的 层当银行 我们需要钱找银行贷款 找银行贷款 那而金融中介机构呢 他主要是金融活动 他的主业 就是金融活动 而上面呢 他主业不是金融活动 那也就是说 都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不以金融 金融活动为主业的 就是他 以金融活动为主业的 就是他 那一般说来呢 不以金融为主业的 是直接金融交易 所谓直接金融交易 我钱多 我放在中介机构 我没钱 我找金融机构 他们都是直接钱的 真正的资金的 盈余者 多余者 和资金的短缺需求者 你看居民个人 公司 政府都存在 周期性的 或者 某一个时间段的资金多 某一个资金段时间少 那么居民是 自己主要的资金供应 提供者 大家知道 我们国家的这个 居民储蓄率是非常高的 居民储蓄率非常高的 居民储蓄率高 就意味着 居民手上有钱 把它 作为资金的供给者 放到了银行 公司呢 是最大的资金需求者 公司他要做生意 做生意 他就缺钱 那缺钱的话 他就是要在金融市场上 去找钱 那 间接金融交易 间接金融交易 那就是说 本身来讲 他是把钱弄到手之后 你钱多了 他把钱借过来 你钱少了 他再把借过来的钱 转送给你 他本身 到手的钱 他自己并不花 他都是 作为一个中间转个手 这就是 金融界限交易 那么这主要 表现我们银行和 非银行金融机构 银行机构呢 商银行机构 主要是存款性的 在我们国家主要是 几大国益银行 那么非银行存款机构呢 那么主要是 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呢 主要是 他不能做存款 也就是说 二者的区分的关键 有没有协数存款的权利 那这个里面呢 主要有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投资基金 证券市场机构 这就是这几类 那么证券市场机构呢 有证券交易所 证券公司等等 这基本上 构成了我们金融市场的 参与者的 主要内容 那接下来 金融市场的分内 那金融市场的分内呢 大家要注意选择题啊 首先 按证券期限的不同 分为货币内的和资本内的 这个主要 只要在这里关心一下 时间的长短 它是以一年为戒的 一年以内的 是资金的融通 是这个货币市场 超过一年就是资本市场 第二个 按照 证券的权数性质不同 分为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 这个也好懂 那么要注意一下 股权市场 它的风险比债务市场大 那比债务风险大 这不用我 说太多啊 因为一个企业破产的时候呢 优先还债 最后如果还有钱 才是股东的 因为债务的 在企业清算的时候 债务的产贩优先于股权 所以说它的股权的风险 就要 股票的风险大 风险大嘛 它要求的这个 收益要高一些 那接下来呢 第三种 按照证券是初次发行 还是以发行 初次发行的叫一级市场 就说这个所谓初次发行呢 就是 债券的 初始发行人 把债券卖到市场上 这叫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呢 这个债券或者股票 已经发行之后 再随后被人转手交易 这就叫二级市场 那么要注意一下啊 企业理财关系 更为密切的是二级市场 另外呢 不会特别说明 也就指我们指的是二级市场 第三种 按交易程序 分为场内和场外 场内就在证券交易所 比如说 我们在 这个 证券交易所 这个或者证券公司 通过这个在证券 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 这就是场内交易 那么场外交易呢 它就是没有固定场所 我们私下交易 我们私下交易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股票没上市 没上市 别人想买我的 那这个事就不在证券公司买了 我们私下谈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四种分类 我们再看金融市场的功能 那么金融市场的呃 都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注意选择提他分为基本功能和附带功能 所谓基本功能 包括两个资本融通 这好懂吧 这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存在的最核心的 或者说最最基础的功能 最早人就是资金的融通的这么一个市场 随后呢 有一个风险分配的作用 那就是说 比如说资本结构 我们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调整资本结构 我觉得投资这家企业风险有点大 那我就投一部分 然后呢 再找企业别人借一部分 通过借一部分呢 我的投资就少了 从而把风险 转嫁给了债权人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或者说呢 我一个人开的公司不行 我再找几个人一起跟我来开这家公司 那么我的投资就少了 别人跟几个股东一起来做这个事 分配一下风险 第二 在第二次功能呢 是附带功能 附带功能呢 首先是价格发现 价格发现 这好懂啊 就是股票市场上 你通过股票市场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 你公司的价格 股权市场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 公司的价值 公司的价值 是应该是多少 因为股票的价格 基本上就能够体现 我公司的价值 但是如果说没有股票市场呢 你要发现本公司的价值 找一个相对合理的数 就没有标准 困难一些 第二个 调节经济 市场就是宏观调控的意思 这个大家经常看这个新闻的话 应该比较熟悉 近两年的话 我们那个调控里面 使用的金融市场 金融工具还是比较多的 它主要是货币正常工具 包括公开市场操作 所谓公开市场操作 就是我们觉得 央行觉得这个市场上的钱多了 他就可以采用这个 发现债券等形式 来让人购买他的债券 购买他的钱就回到了央行 那么反过来呢 他也可以利回购 把自己的债券再购买回来 央行华行的债券在市场上 人都拿着吗 他再用钱买回来 他把用钱买回来 钱在市场上就多了 那么公开市场操作 调整贴限率 我们知道票就可以贴限 票就可以贴限 贴限是有一个贴限利率的 国家可以调整这个数据 从而影响利息率 改变存款准备金 我们国家层款准备金 目前是比较高的 可以降低 层款准备金是银行 如果吸收了100万的层款 假设说层款准备金率是20% 那吸收了居民的100万的层款 有20万就要交到央行放着 那么这就叫层款准备金 毫无疑问层款准备金率越低 那么银行可以带出去 习数的层款可以带出去的 比例距越高 从而可以调整货币量 这可以调整利息 这可以调整货币量 这可以调整货币量 那么从而解决市场上的 资金的紧张 或者说过于紧张之后 把它收回来 也可以调整 这个银行的借款准备 从而影响企业 第三个可以节约信息成本 因为它有价格发现的功能 所以说我可以通过市场上 对这种资产的一个定价 从而获得相关的这家公司 或者企业的信息 或者说获得其他相关信息 你原来没有这样一个金融市场的话 你要调查这些信息 就在私自调查 下去调查 现在金融市场里面 有了金融市场之后 你就好多时候不用调查 金融市场在整个的交易过程中 会产生很多的分析数据 比如说股票市场上 你去查网上不停的 有各种分析数据 那么这些分析数据是对你一个 一个有益的帮助 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功能 注意选择题五个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是去年的一个考题 下列格项中属于货币市场工具的事 那这个呢 我并货币市场 我们只说是一年以内的 其实是一年以内的 我并没具体讲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个肯定不是 是不是啊 优先股 这种东西类似于股权 那个从企业的这个会计核算来 他还是把它放到股权里面 肯定是长期的 可转换债券 他一般都是长期的 一般都是长期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两个 这两个都属于长期的 那只有银行成对汇票 属于短期的 实际上 这个题是非常简单的 你学过会计的话 知道银行成对汇票 这种应该是属于那个 讲财务 写会计的时候 他是在讲那个 银行存款的时候说的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这两个科目的时候说的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肯定属于什么 肯定属于短期的 肯定属于短期的 这样的话 这道题 是个送分题 所以说答案是D 虽然我讲课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货币市场工具 包括了一些 给大家列出来 这是教授的原文 列的是有的 你看国债 大概转上承担 商业汇票 银行存款汇票 那凭这个尝试 可以把这个题判断出来 当然了 你如果说 你觉得那记忆率足够好 那把我刚才前面讲的 这个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分内 里面究竟包括了一些举例 再把它记一记 我觉得这种题 跟大家讲是告诉大家 有些内容 没有必要那么背 因为这个书内容太厚了 所以的这种背的话 没法背 你理解了 能拿到这个文具拿 这种分 相对来讲的教材是 比较少的 因为我们猪块教材 死基因背的东西 不多 考的不多 我们得本章做个小节 大家看 我这样仿佛进行小节 如果说你真是按我说的 没小节的时候 你就跟着往前听 是不是记住了 按这种思路往前走 你听到现在 你很快能够知道 这个里面都应该有些什么东西 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 速度特别快 这个换片是特别快的 很快能想出来 这是我们两个考点 是不是 很快能把这些都搞定 都记下来 脑子里有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 那么像这里 利润最大化 有几个不足 有几个不足 然后呢 我们有美国收益最大化 克服一个不足 还不足 再来利润最大化 是吧 等等 那么然后呢 在这里 如何解决矛盾 以及这个相关利益者的 这个分类问题 再是财务管理的核心概念 那我得想想都有什么 NPV这个核心概念 它怎么算 真正的本质内涵是超额收益 超过投资人要求 最低回报的一个超额收益 那么这里的核心概念 理解之后呢 它相关概念呢 就不少 现金 现金流 现值 折现率 那么呢 折现 货币时间价值 还有资本成本 这有些概念 然后这里基本理论呢 是四个 第一个是 现金流量理论 注意一下 自由现金流量 里面提出来一个 自由现金流量 第二个 这个投资组合理论 马克里茨来提出了这个 投资组合可以降低风险 但是不降低收益 那么从而为我们投资做组合 构造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第三个 第三个 价值评估理论 那么价值评估理论呢 实质上它是用的竞现值的概念 它的意义就在于我通过对资产估值 估值之后呢 看一下市场值是在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从而决定要不要购买这个资产 资本结构理论 那么它与这个企业的资本成本 与企业的财务风险 以及企业的这个估值啊 价值估值都有关系 那么它资本结构理论呢 有MM理论优性理论等四种 那再是呢 原则 是吧 这个原则的概述 里面有四条 这四条 里面有四条 这也是四条 这也是四条 你要迅速知道这四条都是什么 然后再是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的构成的五个要素 金融工具 是吧 和价格 那么呢 资金的供应者 需求者 以及这个 金融市场的有效组织 那金融市场的准备 金融市场的功能 还有金融工具的分类 金融工具我们分三类 我们教材是吧 会固定收益论券 是吧 权益论券 以及衍生证券 那么金融市场的种类呢 我们这分了四种类 是吧 四种分类 每种分类都分成两个 然后它的功能呢 是二加三 两个基本智能 三个扩展智能 扩展智能 调节经济的智能里面呢 它又有三个 那有三个 这个要注意选择体 本章的内容呢 比较重要的 考的概率比较高的 财务管理的进步目标 利益冲通学条 和金融市场 财务管理的目标呢 利润最大化 那么呢 美国收益最大化 要掌握它的优劣 股东财富最大化 那么股东财富最大化呢 在特定条件下 它跟股价最大化 和企业价格最大化 是可以医治的 什么条件下能达到 这个要注意选择体啊 当然它们的优劣 你是要注意选择体 必须的 利益冲通学条呢 要把他们的表现 基金的措施搞清楚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 是这个监督和吉利 监督里面有好多手段 那么在监督与吉利 能够降低 那个代理成本 那么最终是监督成本 吉利成本 以及代理引起的成本 三日之和最少 然后呢 对于这个债权人呢 主要是这个债务的这个 里面写好这个 约策条款是吧 限制这条款 然后呢 如果违约之后呢 即是收回借款 或者说不继续借款 那么金融市场呢 刚说过 这样几个内容 记住就差不多了 再说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呢 这个内容呢 一定要记住一下 竞争环境 第一个 资历行为 第二 双方交易 第三 信号传递 第四个 资历 是吧 这个是顺着过来的 是有逻辑联系的 创造价值原则呢 首先是这个 这个要有创新 要有创新 第二个呢 是要有 这个比较优势 那就是你的专业分工 第三个呢 是期权 最后的是竞争效益原则 是吧 创业原则 比较优势原则 期权和竞争效益原则 那么财务交易原则呢 首先是 风险与收益的平衡 很权衡 然后是货币实现价值 再然后是 西方研究的两个著名理论 一个是有效资本市场理论 还有一个是 投资组合理论们提出的一个 投资分散化的一个 原则 那就是我们 做生意的时候呢 尽量的 对投资进行一定的分散化 不要过去其中 这 就是我们的 这一章需要 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谢谢大家 我也再次强调 大家 在前九章啊 一定不要追求过快的速度 前九章的整体性非常强 你追求过快的速度了 到后面你就跟不上了 经常每年 很多同学学到第六七章之后 就说教授我听不懂了 六七八 基本上就说听不懂了 有的 坚持着 坚持着 听到第九章 就完全不行 回退重来 那么这种追求快速度 速度之后 重来 还不如说 按照我讲的 每一件内容 都把它消化好了 再往前走 这样的反而是 最后的效率要高 用的时间要少 就是说第一变下来的时间 稍微多一点 好 接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啊 出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